明天的文化 明天的文化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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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到十四月 十四月的起教英言 好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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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甚深任言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辭 我今見聞得受辭 冤滿如來真實意 冤滿如來真實意 我們請看我們的楞元經 我們葉樹版本十四頁 我們第二起教的因緣 在我們每一次呢 因為佛陀因為他所宣揚的那個 正法的這個 之見都是以這個延期法為主 從延期法這個架構他才開發各種不同的 所以眾生的這個根基的因緣不同 而來跟他的教育 所以大家其實如果在學佛法的當中慢慢理解 其實我們楞元經裡面也是跟聖生的因緣法 他的那個交通 他的交流 交構 他都有他的關係存在 所以你如果越了解這個因緣法 你會你尊重他以後 我們在我們身上所發生的身見 我直 我們就會越來越減低 越來越降低 我們的那個四足地來講 我們 吳玉宗跟人家比較啊 那個所謂高低 眉醜 大小 眼鏡啊 好壞啊 我們的比例就會越來越少 其實我們的比較那個 互相對立的比較 如果我們的起心動念啊 看到自己啊 這些比較的念頭 越來越減少 其實 就是 以後我們在纏作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沒有雜念 妄念 反過來大家在現在現有的因緣 都還有 纏作當中很多的妄念啊 雜想出來啊 其實他反過來是在教育你 就是說 某某修心者 你還有這一類的 看不開換不下的那個執取的影像 聽得懂 因為我們雖然都聽盡無法 都知道那個影像如夢幻泡影 但是我們凡惹的眾生喔 有一個最最最最大最好的優點 不抓取喔 不代表我啦 所以我一定要抓 齁 我才會代表那個是我的身份 我的地位 我的執著 我的抗法 你要記住喔 你們如果今天在血火當中喔 能夠發現自己的執著 沒有什麼理由言暈喔 馬上轉念 你當下的那個清淨平等的境界啊 你就會出現 也就是我們所講的極境內盤 所以大家要記住我們 我們佛陀來推廣三個法運 其實前面第一個法運 第二個法運啊 是在幫助第三個法運的成就 就是第三個法運就是內盤極境 但是你要內盤極境呢 你必須把前面 諸行 無常 諸法 無我 你要去接受它 因為它是在破你的早有的有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教你一切的行 因為諸行 無常這個行 因為前面又是諸嘛 所以它包括的範圍很廣 你不管你從生命現象去解釋 就生老病者去解釋 你從物理現象沉住壞空去解釋 你從心裡的深處意昧 起心動去解釋 其實這些都讓你看到 那個一切鷹眼的那個變動 它是沒有停止的 它是沒有停止的 如果你們對天體物理學有興趣 尤其現在微薄望遠鏡 都已經發明出來了 它宇宙的當中沒有一顆的星球是靜態 都是動態的 你要記住 那我們反而知道以後 我們對動態接納它 華爾如是我們自己 因為接受的人 就接受它的動 接受什麼 生老病死 沉住壞空 生之壞滅 它一定是動的 它不可能停止的 因為這些 生老病死 沉住壞空 我們這個一直在變異變異 那你這個修行者 就是要在這個變異的三大過程 就是生命現象 生老病死 然後沉住壞空 就是物理現象 然後我們的精神現象 生諸於昧 這三大過程沒有一個會停止的 所以當你們還不了解佛法之前 我們有時候都說 哎呦師父我在拜佛我在打坐 為什麼我雜念很多 其實如果我們遇到好的善知識 它會跟你回答 回答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讓你看到生命性的變異 如果我們沒有遇到 那個這一類的善知識 我們可能遇到了狗小老師的老師 等一下它會跟你講 那是你的業障深重 所以你今天才有很多忘戀雜想 你要記住喔 所以我們今天學佛你要自己栽培 你到底要一生的栽培 學佛是要停頓在 那個小學老師的答案 還是中學老師的答案 高中老師還是大學 還是受制博士的老師的答案 那如果我們大家都是 親近平等都是佛弟子 我們盡量接受佛陀的答案 所以佛陀不會跟你講說 你來佛陀面前匯報說 佛陀佛陀一打坐不是亂想很多 佛陀說很好啊 這個佛陀佛陀表示你還活著啊 不是很好嗎 然後你都要讓你的念頭停止 那你不是斷氣了嗎 那這很好啊 所以你看佛陀的教育是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沒有遇到像 釋迦牟尼佛這個 對於諸法華爾如士的便意的當中啊 去接納的善知識 我們早期學佛都是啊 石頭鴨草把所有的妄念雜想 給他擋在外面最好 所以我們說沒有妄念才是最好的 用功境界的功夫啊 後來才知道這是錯的 你一定要接受你的 他 不是叫妄念妄想 是因為我們不理解 我們把它迷迷糊糊的 所以我們今天在用功的時候 你們要記住 在生命的過程當中 你不要被影響 所以我們就不生不滅 如果在那個增檢的 陰檢在你的面前發生 我們不對他起逆境的 討厭的念頭 或者稱慧蓋的念頭起來 然後對於那個瞬境 我們也不起貪念 貪欲蓋的念頭起來 這表示說你不是愚痴的修行人 你是有名的修行人 不是無名的修行人 如果你現在要站在的角度是什麼 聽佛陀話我不助你 但是我接受你 因為我接受你的便意 要記住 當然你們如果要了解 那個聖身的佛法 佛法其實不叫聖身 是要講清楚 佛陀的內涵裡面 如果你能夠理解的話 你接受以後你的雜念 就算你有練頭起來 你慢慢有一天也發現 你對他的以前的不理解 佛法法義的那個道理 你沒有融會貫通 以前是有助 現在慢慢聽進武法 融會貫通 你會無助 這個無助 這個無助 這個無不是斷見的無 這不止取所謂一切助 因為我知道那個助一定會便利 不可能沒有便利 所以你要記住 當你老了之後你要接受老 你不要在佛菩薩面前 我這不是喝大佩獸水 不會老 會變年輕 這時候你就墮入常見 聽得懂嗎 你如果這種觀念在的話 你就墮入常見 你這樣子 練大佩獸 觀世心菩薩也蠻難過的 你都把我練大佩獸都亂用 聽得懂 都照你的個人的意念 意識在說答案 所以所以你要記住 我們經典的教義 其實不管他講來不清 其實他的終究目的 是要培養所有一切眾生 成本正解 成就一切法的 你要去主動理解 理解他本來就是會這樣子的 會變異性 會無常見 會無我性 本來沒有辦法用神通的法律去干擾他 因為你用神通法律的干擾 他也是佔有的現象而已 他不可能永遠的 他不可能永遠的 所以如果你慢慢理解 所有的經典的起教的因緣 其實佛陀的 那個宗旨的概念 其實希望大家都能夠接受 接受以後我們內在就栽培 會無關愛顧 無有恐怖遠離 顛倒冥想 你自然而然的結論是這樣子的 所以第二個起教因緣 起教佛陀每次獎金一定 依因緣而收 佛陀在某種經驗下 是有問才收 問是弟子或者 問或者菩薩問 所以佛陀才一一先收回答的 所以我們上一次講 大波洛經第二會 我們的主角就是善線 就是西埔底 或者智慧第一的設立府 主要主角是善線 第二個主角是智慧第一的設立子 這在他們那個程度以後 他們一樣有他的疑問 希望跟佛陀來溝通交流 所以我們都是用老師跟學生之間 都是用語言的交流當中 來破我們的法質 或者破我們的我質轉化 所以本經的起教因緣 有六種延起 有六種延起 第一個延起就是阿蘭的士多文阿夫定律 所以大家記住 你們雖然我們要聽經文法沒錯 但是聽經文法以後要 要有一點 一天當中也要一個 一個小時半個小時 你要注重這個定律一下 可是我們的定律 大家記住 因為釋迦牟利福的教育 他已經不會讓你的定律 走上初產二產三產四產 他不願意你走上這條路了 因為假如你沒有聽經文法 馬上去修禪定 你有一個現象一定會出現 就是鑿定 因為鑿定也是蠻舒服的 因為那是石頭壓草的定 他也蠻舒服的 因為以前我們沒有修定 每天都是胡思亂想 那妄念煩惱很多 你也很苦 都希望有一天我都沒有妄念 有多好 所以我們就用石頭壓草的觀念去接納 然後把妄念壓一壓 壓了五分鐘十分鐘 你也感覺蠻舒服的 因為沒有雜念還蠻不錯的 但是當你下座 行住座惡的當中跟人家接觸 你才發現這個定 怎麼奇怪 只有我在座的座中修才有定 其他動態還是沒有 所以我們今天在理解佛頭告訴我們說 我們在修學佛法 像你們現在也是啊 修學佛法都聽經文法 都聽經文法 但是你如果忽略了那個定律的栽培 也道理懂 可是你對道理所產生的三謀地 你不夠堅固 比如說我講一切法無自信 一切法無自信 這個要產生定律 你以後才會真的做到一切法 因為一切法就包括我們日常生活 行住座或乙墨洞進 這個都是 這個都是五印之下的 之墨的 世俗地的因緣法 都因緣法 那我們如果了解的這個 日常生活行住座是因緣法 但是你如果沒有定律 可是我們的定律是什麼呢 是因為聽經文法的奴理思維所得到來的定律 所以要聽清楚 我們這定律不是沒有聽經文法 我們是聽經文法理解法理以後的定律 所以這個定律沒有說一定做中修 沒有一定是做中修 它行住做後都可以 都有這種思維力的定律出來 釋迦牟尼佛在佛陀因為他知道 因為印度文化的風俗本來 在奧義蘇德之下裡面的教育 所有印度的佛陀門教他們基本上都有定律 因為他的文化是這樣子 他的民主文化 所以你要記住佛陀 為什麼從他開始講經說法 我沒有看到一部經是他從初級的禪定交到最後的禪定 看不到有這一部經典 找不到的 那佛陀到底講經都要講什麼 都講我們反覆執著的那種事情 你要不要解開 所以佛陀的講經說法是注重會觀 我們以戒定會來講 他是注重你的洞察力 理解力 思維力 你有沒有懂 你懂了以後 你的定就是無助生定 你這無助 不會注在另外一個法 聽得懂 所以佛陀在世的時候 為什麼會發45年一直講經說法 他要讓他的學生弟子了解 這個法好如是這個法 的自然性 延起性 無常性 無我性 那我們如果天經無法 當佛陀的學生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接受釋迦牟利佛的 我們就不會用世間的觀念去看佛法 那我們今天聽聽文法 假如你都還停留在自己的模式的概念去看佛法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看到 釋迦牟利佛的真實意 你只是看到你個人自己想要的真實意 的直取 你看不到無我 你看不到無助 所以阿蘭剛開始還沒有得到圓滿的四國歐羅漢 他只得到出國的當中 然後因為他又當佛陀的侍者 一當侍者你要修訂沒有時間 聽得懂沒有什麼時間 所以阿蘭的特長是多文 但是記憶最好 但他依世多文 又是佛最疼愛的小弟弟 因為他們都是堂兄弟 認為只要有佛一家職 就什麼都開悟了 以前師父的初學的階段也是跟阿蘭一樣 假如我好好理佛 阿彌陀佛觀心菩薩 先可憐我不要可憐 我的同參道友 我的師兄弟 因為我成就以後我才有辦法度他 你看我們這個練頭起來有沒有傲慢心 焦慢心 你看 我們開始要求佛菩薩照顧自己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身見很重的人了 我見很重的人 可是以前初學的人 哪裡會知道說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我不知道阿 因為我們被教育 教育什麼觀念 先自立再立他 當然我當然今天在佛檢拜佛 我今天要求佛先照顧我 我要自立以後我成就再幫助別人 結果佛陀跟你打個電話說 我們的佛法沒有再教自私自立 你怎麼可以要求佛菩薩只有對你好 對佛陀不好 每一個人都不是只有你這種練頭 比一百個人禮佛 一百個人在禮佛一百個人都是跟你一樣的練頭 請問這個佛要照顧哪一個人先 照顧哪一個先 所以以前我們在那個外凡會的時候 不理解佛法的時候都是有所得喔 有所求的王 因為我們把佛法的政務 類比啊 世間的教育 學校的教育 只要你用功會成就 你若會拼你就贏 所以不只要說要拼才贏 我們早期都是這種概念 聽到啊拼輸我們就不贏了 拼輸人家我們就贏不下來啊 所以我們以前在學佛不了解佛法的 他的教育的根本精神 我們大部分都存有我見身見在學佛的 所以會跟你們講以前我構成的例子 我就是從這些由我的善法的著相 然後慢慢才熏許佛法才慢慢了解佛法法義 所以大家要記住 有人在你的面前去執著善法 沒關係 你給他執著善法 但是你要告訴他執著善法是 一個一段時間而已 所以很多人很喜歡 了解感應神通 在他還沒有了解真實意之前 我們還是要配合他 配合他 希望他做了一段時間 我們有時候會跟他交流 某某的你拜燦拜什麼 你都很喜歡感應神通 你感應神通 如果給你的 你以後第二步要做什麼 你要你要 如果你要幫忙對方提升 你就要問他第二次的問題 佛菩薩也給你感應了 也給你看到瑞相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感應瑞相 你這個喜歡感應瑞相的這個機會 你的當下裡面你的執著有沒有轉化掉 他一定會說沒有轉化掉 沒有轉化掉是不是 我們今後的第一個階段 你要進入第二個階段 這樣才對 你才會慢慢做到清淨無惡 無我的 的弟子 所以阿蘭他這一生 做了佛陀的這個 四十年的試者 他因為沒有多餘的時間 像其他的師兄弟有多餘的時間 可以截照力 截察力 能夠培養 阿蘭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所以阿蘭當然在師兄弟的當中 他的 他的截察力 他的截屋力 因為沒有時間空間給他 他當然就比較薄弱 不是他善跟不好 他一樣好 所以我們學到有沒有起過這個貪戀 希望有高生大德一摸頭 業障就消除了 你像以前我初學的 各處參學都是找大德摸頭 結果現在把我摸到現在沒有頭髮了 今天特別亮 今天特別亮 那我們把燈關起來 看看有沒有亮 有亮才證明有亮 所以如果還有亮的話 就是我依靠了這個燈光的陰眼 所以呢 自己就不用收 在2500年前左右 阿蘭就是用這個心態來親近佛陀 也等於啦 再告訴我們 我們呢也在期待 大仁波切 大佛佛 或者大修行者一摸頭 我就什麼業障都消除 以前啦 在心外求法的過程 我們都有這個 如果 這漢傳的 腦合上找不到 我們去找藏傳 藏傳找不到 我們去找藍傳 看看有一摸頭一切都OK 我現在跟你講也是我以前初學的心態 我們真的都玩過了 玩過的這個 喜歡的心外求法的過程 我們經過的這個一二十年 一二十年我後來才知道說 就是佛陀給你感應的 可是下一步呢 後來才發現到佛陀好 你特別謙誠 佛陀給你感應的 可是你要記住 一個人給你 所有死亡諸佛給你感應只有一次 他不可能有第二次 你要記住 因為第二次再有 你一定會墮入常見 死亡諸佛不可能害你啊 他一定要想辦法讓你解脫 算是解脫的 所以在2500年前左右 阿蘭就是用這個心態 來親近佛陀 也等於再告訴我們 我們也在期待 所有的大德 來一摸妥 我們就什麼業障都消了 又多文未必也不是一件好事 一件好事 很多人說以為多文不好 其實多文還是好 因為你不多文 你不了解佛法的經意 在以前 因為翻譯的關係 基本的倡議不是那麼發達 所以早期的修行者都鼓勵一經一論 可是我們要知道 那時候年代是他的因緣的關係 因為沒有印刷 你有影印機 什麼都要用人工抄寫 所以你人工抄寫 你一生當中 你哪有那麼多時間 去抄寫那麼多的經典 而且以前的邪佛的那個風氣 他不普遍 就算你有寫佛 能夠普遍的話 都是屬於當時的知識分子而已 知識分子 所以在以前的中國文化的一代一代 那個王朝一直改變改變以後 那一般的老百姓要能夠讀書的機緣 他是很少很少的 很少 所以那時候 因為這個原因以後 既然都沒有辦法 有知識分子來學佛 當然要給那些 又想要學佛的那些信眾結善言 當然我們就要用方便法的教義 方便法的教義 所以多文未必 不是一件好事 沒有廣學多文如何去了解經歷 所以很多人 像以前我們初學 就有很多的老前輩說 學習佛法只要修學一門 其他的不要懂太多 懂太多 可是早期的 他們所說的一門 跟楞嚴經所說的一門 是不同答案 他是是禁讀一門 逆中一門 禪中一門 以前的答案是 只有這樣子而已 不是我們現在楞嚴經所講 二十五個門 不是指這個 以前跟他們那些老和尚的教徒 他都指這個而已 不是我們現在楞嚴經所的二十五個法門 不是指這個 所以因為楞嚴經的二十五個法門 都要用思維力去用功 你都要用思維力去用功 所以我們在看耳根元通的 觀思音如乃跟觀思音菩薩講 要以文師修怒三謀地 就是早期在佛陀那連帶的教育 都是以這個架構的教育來成長佛道 是這樣子的 所以不是像我們後來所講的 那個中派見的一門 不是 不是中派 但要在多文中不升起傲慢之心 繼續努力增進道業 所以我們懂得越多 是在看到自己的那個直曲 有沒有願意改善 這個才有意義 才有意義 第二個呢 謹狂廢辟邪師 有些人沒有定律 但腦筋辯才很好 這都是屬於狂廢的 也就是說他世俗地的他的 他的領悟力蠻好的 但他未必有定律 辯邪師是維護我們的觀念 也就是說我們為什麼要 楞嚴經要跟你說明說 什麼叫做邪見 什麼叫政見 政見到底是什麼才可以叫政見 什麼叫做邪見 所以我們得了楞嚴經 也是在教育你的知見 對或跟錯 如果你對你的知見是對的執著 你還是錯 如果你對你知見的錯 我的執著你還是錯 你看 所以其實楞嚴經的教育 你慢慢把它研究過 你才知道他的答案 他希望佛陀跟阿蘭的回答 希望阿蘭能夠看到他 看到自己的內在的知識 如果我們看到我們內在知識 因為改善 其實你馬上就可以從出國 進入二國三國 就可以了 但是你的執著如果捨不得放下以後 那你以後只有停頓在人天的福報 因為人天的福報就是早有的善法 聽得懂 你一輩子就是停頓在這個階段 如果以修寫佛道來這條路來解釋的話 是蠻可惜的 因為你根本就可以進步 你為什麼一直要停頓那個早有善法的教義 你一輩子 所以呢 邪是不正確或者不正當的意思 就是 分辨這個寫的錯誤的理念 我們雖是佛教徒也有不好不正確的觀念 如果我們沒有聽經文法 你只是佛教徒 你不是佛弟子喔 佛教徒是從信 那個神通感應的那個都叫教徒 假如你要做親近的佛弟子 你就要跳過 跳過以前初學階段 喜歡神通感應的階段 聽著感應的那個階段 因為你要記住神通感應的階段 他絕對無法幫你破神箭破我子 他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生的血火的提升裡面 當然都希望大家聽經文法 然後幫忙自己教育提升 出的階段還不了解 當然你相信感應神通的銳向 無可厚非 但是後來自己會檢討 那個還是沒有辦法幫我破我子跟法子 沒辦法 所以我們就要提升 所以呢 沒有政見做前導 如何會有後來的正思維 所以我們今天為什麼要聽經文法 因為聽經文法是 在八正道裡面 就在鞏固你的政見 因為那個政見 第一個沒有下面就不用玩了 如果玩也可以玩 就是玩心外求法 聽著 你的一輩子都玩那個心外求法而已 你要記住 你的政見 你要接受的是釋迦摩尼佛的政見 你不是接受你的 我看經典我自己的想法的政見 你的想法的政見會有我見 你要記住 你要站在你看經典佛 回答阿蘭的那個妙用 妙用的 所以才說沒有政見做前導 如何會有後來的正思維 然後正義 所以第一個八正道一定要正見 再來正思維 大家要常常動腦筋 正思維 就是佛陀已經講 像我釋迦摩講的話 你們也要思維 對阿 你們不能疑痴阿 你要思維說 我釋迦摩講的話 對你有沒有幫助 什麼叫做真正的解脫 再來呢 我們說正乙正業正命等等 古巴正道中的第一個 政見是最重要的一環 也就是說我們寫佛 不管你寫那個法門的方法是無 沒有關係 但是你本身的政見是最重要的 我們如果了解佛法 我們如果天經文法久了 佛法真正的政見就是栽培你三個字 二六十中安住無守住 不要被時間空間一個發生的陰眼守住 所以你們要知道你們檢討自己會不會住 反正一天當中你如果講話寵物兩倍以上都是住 聽得懂嗎 我沒有講英文 沒有講日文 假如你一天當中你的嘴巴然後講寵物兩次 你就要小心你開始在培養住 那個是因緣法那個 那個是人與人 那個沒關係 我是說你的腦筋 腦筋裡面 你有從你的腦筋的時候要講兩次以上 你就要自己結照 我這是講個人的 你剛才問的那個是我們跟別人 我換主好 你來吃飯 那個是破壞世俗地的陰眼 我是說你的念頭裡面 其實我們每一次念頭好像都在寵物 都在寵物 所以我後來我才知道我剛從寵真兵念出來的人 所以每天都在寵物那個念頭 一直抓取一直抓取 抓取然後看不開 如果把他丟掉心裡會難過會不安 這時候你就要檢討囉 這個如果不改善以後會麻煩 聽得懂 這時候你的個人自己的念頭 沒有跟他人的陰眼 所以說我們在休息當中裡面 那個政見是最重要的一番 政見要哪裡培養 我告訴你 唯一條路都聽聽釋迦牟講的話 才有辦法培養政見 你不可能自作聰明 你自己有政見 聽得懂 如果我們個人自己有政見 我們根本 釋迦牟有經典的經驗就不用看 我自己就會 所有講話都會講到跟釋迦牟一樣的話 我們有這樣的能耐嗎 不可能 聽得懂 譬如兩個人都很精進的拜佛 其中一個觀念是波落政見 所以他的修行會一直往上走 因為拜佛的當中看到你的執著 然後你改掉 所以他的拜佛不是在拜數字 不是在記這個數字 就算士徒弟他在有這個技術的 那個精進的勉勵 可是他的內心他知道 我要用拜佛的陰眼相 來看到波落政見 那這樣的修行人 一定是正念正見的人 聽得懂 像以前 師父那時候剛出現 我拜佛的用意幹嘛 希望我的煩惱 然後阿彌陀佛 也聽我的話 把我的忘念給移走 你看阿彌陀佛就變成你的部下 阿彌陀佛你要記住我現在拜你喔 你要把我的忘念給移走 我才有辦法得到一心不斷 你看以前喔 還沒有聽經文法很深入 都是心外求法的概念 都是追那個有所得的觀念 後來才知道 這種觀念是錯誤的 我們才慢慢糾正 不然你以後就是沒有 因為沒有政見 所以就是越走越偏 如果要走到波落政見的菩提路上 那你就必須回到 此五故比五的起點 或者此昧故比昧的這個起點 接受好的政見 阿我沒反覆要接受好的政見 就是剛才所說 你要多聽經文法 你的政見才會跟 釋迦牟陀佛阿 平起平坐的政見相等 所以你絕對不能再講說 我默默的看經典我的感想 我的我的 你在講你的感想 就在講你的執著 你應該要感 我今天看經文教 是看到釋迦牟你我所說的政見 你應該我們今天學佛 是要有謙卑的心 你要這樣回答 阿如果你講說你的心得 那請問你的心得 你為什麼還起煩惱 因為佛法的那個心經來講 心經是我們的波落政見 阿你天天練心經 怎麼沒有得到那個心經的波落政見 阿你是不是要自我檢討一下 那沒關係 我們如果有發現那個職友 職武的習氣 其實我們可以慢慢自己 如果大善根的人 單單就一刀切馬上就改 如果沒有的話 我像師父的善根也是分期互反慢慢改 因為我想說進步太快 以後就不認識你們了 所以不能進步太快 我今天才有辦法來這邊被你們認識 所以諸位你要制度 那剛開始當然我們要想 了解政見而來用功 這樣的市眾地址不是很多 幾乎很少很少 那我們只有靠那個時間空間的投資的累積 然後慢慢我們才能夠一直升起政見 聽得懂 所以我一直會跟大家講 那年經我了解他真實的法律 我講了七遍以後才了解 你看你看前六次前講 我還是沒有辦法了解佛陀跟阿浪對話的 80%的內容 沒辦法 但是你沒有了解80%的內容之前 我們還是要一直有恆心有耐心去投資 投資在那個經典裡面的那個思維力 你才有辦法真的理解 不然你沒有辦法真正的理解 所以很多人為什麼看亮眼鏡看不懂 真的是看不懂 連我有看我也看不懂 你們一定會問我 師傅你看不懂你還敢坐在這裡講 沒有啦是因為你們度量大包容我在這邊替你們講 所以會坐在這邊是你們堂堂用眼睛灌頂我 你們看你們的眼睛都注視我 因為這樣的投射率我才坐得穩 才不會摔下來 所以你要記住 當一次看不懂我們重新幾步再調整 要改變一個沒有政見的人當然很辛苦 因為回想到以前我們沒有政見的時候 聽經文法要改變自己 從無知無明的見解進入了那個政見 我們要花多少時間跟空間 真的要花一段的時間你才會懂的 所以用功修行的人 如果他們沒有把過去的思想徹底的放掉 你看我們為什麼有那個知所上的記憶 或者我們一般想所知障的記憶 所以我們今天學會 你一定要想辦法把以前所接納所知障原來的觀念 你自己檢討自己有沒有勇氣把它改善 我們不要先說放掉啦 就是你把它改善 改善說那個詞曲的那個概念 減少一下的發生 所以他們同樣會有原來的那個思想習氣存在 一定會有的 因為你當你沒有明星見性的滑遠鏡 你一定有過去那個想法的包袱還在 所以我們有時候跟人家泡茶聊天 喝咖啡聊天我們都講 我們會告訴對方 我現在泡某一種咖啡某種茶 你看我的經驗就是這樣泡給你 所以我們就在記憶 記憶以前那個經驗的 泡法的程序泡法的什麼 所以在修行這一條路 我們如果沒有開始重新放掉 原來的詞曲 像如同自己的杯子還有茶延購的味道 我們雖導入佛的法味 且有雜染味 所以你看我們那個茶具 這個茶具這個杯子 如果你要把它泡十遍 你看我們那個茶具 就被十遍的那個茶味 某一個茶味給熏染 請問在給熏染的時候 我們今天 我們如果剛才講的 例子是泡烏龍茶 你看你那個杯子泡烏龍茶 泡十遍的 這時候你要把它放另外一個茶 不管你放什麼綠茶什麼茶紅茶 在你原來的杯子泡十遍的烏龍茶裡面 你在泡其他的綠茶什麼茶 你看你原來喝的那個味道 因為你杯子已經熏許了十遍 已經熏許了十遍 所以你在泡不同的茶 在這個杯子裡面 它一樣有它的原來的味道 去干擾你現在要泡另外新茶的味道 一定的 所以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 我們今天修學佛法 我們也會 倒入這樣的框框千套裡面 因為我們今天接受佛法以後 我們真的沒有把我原來的 那個滋味看法的想法把它丟掉 我自己感覺是這樣子的 讓你們做參考 參考什麼呢 就是我雖然學佛了一段時間 譬如說我熏許的十年二十年 但是我熏許的十年二十年 有一天我今天看到那個眼睛大波肉精 我變成沒有 依佛陀跟阿蘭對打的那種法律的思維修 切進去 我變成用我以前的經驗 切進來 當你用你原來的那種觀念 切進來看那個眼睛看大波肉精 那你就是一大多的雜味 分雜 所以你一定會記憶 我的看法 我的建議 我的體悟 你一定會這樣子的 所以你們今天像讀某一部經 你一定要想辦法 會困擾你的 並不是你不精進努力 會困擾你自己 而且你沒有發現到的 所以叫無名 我已經發現到我知道說 一個人如果在寫一部經的時候 他能不能有勇氣把原來的觀念先放在一邊 我們先不要說丟掉 你先把它擺在一邊 完全放空是接納原來現在我要講 弄眼睛這一部 如果你能夠改善得了 那以後你就很容易接受新的那個教育 如果改善不了 我們講 新的教育跟那個杯子已經泡石變的那個味道混雜在一起 就混在一起 所以這位我們 這裡才說 我也告訴你說 雖導入了佛的法位 卻有雜染位 混雜在一起 於是在講說 講經說法裡 就帶有過去原有的宗教思想 因為他們放不掉那習氣的兼職 習氣的兼職 所以這位你要記住 嘴巴說放下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的行為的習氣有沒有放下 又另外一回事 所以很多人都說 我已經把我的思想改了 可是你的動作的習氣沒改 因為你的習然還是在 但是假如我們截觀率比較弱的話 我們發現不到 但是如果截觀率好一點的人 他就會發現到 這個用功修行的人 他自己直取的細微處 你要知道 你就會發現這個細微處 所以要徹底把自己歸零 才有辦法接受政見 才有辦法的 第三 指真心顯根性 就是引導我們走上所謂真實 不二的 那種 起心動念的心 然後顯諸法的那個根性 他的根 就是原來是無二無別的 直指人心 那個眼睛 確實告訴我們 可以保有一個真心的 真正的真心 真是不變不動 實實在在的 他並不是世間所講的真假的真 所以這位你要了解這個真心喔 不過了解真心喔 我們已經也先提醒大家 你的真心要用佛陀的 延起收法的真心來解答 還是要用真常唯心系的真心來解答 還是要用唯世家的唯心的心事來解答 一樣都叫 叫心啊 可是因為層次不同的話 那個邪派不同 他們對他的解釋就不一樣了 聽得懂 那我們都知道 當你沒有佛陀正念正見 所講的那個心的涵液 我們都會逗入自己的 那個有見看法的心的認知 聽得懂 所以正常唯心系就會抓一個真心去學佛 然後呢 唯世家 我們那已經一樣有一些唯世家的那個思想 你會抓住那個心來做為你用功的 那個前進的動力 但是當你有起一個只有顧比有的那個追念的話 不管你追的是真心 追的是菩薩的心佛陀的心 你都還是屬於著有邊 都還沒有辦法得到清淨的正解的功夫 還沒有辦法達到 那我們反乎因為一輩子著有的習性很嚴重 我們用佛法的善念來教導你著一個善心 也不為過啦 但是我們要知道 有一天你執著善法的那個有心 如果成功的 他不代表我們佛法不找惡邊的成就 你是著邊的成就 聽得懂 你找了一個你對個人看法的 所以在嫩言經 為什麼佛陀一直在教育阿蘭破他的見解 你的原來的那個觀念 其實佛陀我們剛才講 佛陀講經收法的那個內容 以界定會來講他都在提倡會觀 裡路的思維 其實佛陀都在推廣這個 推廣這個 因為他知道 如果我推廣這個 如果你們願意接受的話 自然而然會在你的身上看到了 那個無我 不計較 不直取 不攀岩 你就一定也清淨平等的 所以今天我們在修學佛法裡面 就是說聽經恩法當中 回觀反照來自我教育 你要想辦法自我教育 因為你想要解脫的話 但是你們不用擔心說 一般我們傳統佛教傳到現在說 你們在家居士要用功修行很困難 其實現在的出家要用功修行也蠻困難的 為什麼 原因是他們不想聽經文法 如果他聽經文法只停留在 那個感應道教的神通的觀念 他一輩子就停頓了 那你如果聽了這個嫩言經的經意 或者是大波多次的經驗 你就要犧牲你的我職出來 因為他要再給你成等症結 因為成等症結我常常用世間的屁語 你要犧牲很多的我見 你犧牲掉你才有成等症結的機會 聽得懂 如果你不願意犧牲自己的我見 你停留在那個世間善法 因為世間善法一定找我 找有 一定是這樣子才叫做世間善法 十善業道 那你如果世中弟子願意提升的話 他不是否定十善業道 他是不執著十善業道 他也不執著那個感應的對象 但是他不會否定 因為本來一個小孩子 他要讓父母親來安慰 父母親有時候會跟他講一些 這個小孩子內心想要追求的那個感應的境界 父母親的教育也會給他 因為最少他現在已經不哭了 這個是對症法而已 那我們如果自己在寫火的教育當中 都要懂得哪一個教育的構成叫做對症的教育 哪一個教育的文字叫做無我的教育 我們要弄清楚 你才有正念正見 假如你都弄不清楚的話 你這一生寫火 你真的 我們只有盲修下念四個字來形容 盲修下念 然後一輩子都找有編 找有編 就是停頓在那個感應道教 所以大家要記住 你們如果聽了大部分的念眼睛以後 也證明你們已經想要提升那個感應道教 那個框框 因為你想要解脫了 因為解脫一句話是什麼答案 不注意切法才叫解脫 不要被任何一個法給綁住 你才叫解脫的人 眼睛看射疹無助 耳朵聽聲音無助 鼻子嗅東西無助 那個才叫解脫 解脫不是逃避 為什麼我們都會回答無助 就是我不助有一個時間空間的點 然後我人運自在跟他配合 無二無別 那個才叫解脫的人 聽得懂 大家要記住喔 我們佛法的解脫 不是講你的禪定有多高 那個叫解脫喔 不是耶 佛法的教會是你的定有 但是你要從你的初禪的定 二展的定來看到波羅波羅密多 你這個才叫做聰明的修行人 你才不會找一個定的有邊 聽得懂 你才不會 所以大家都聽聽喔 你就了解佛頭的那個教義的那個悲悯 所以真呢 那個眼睛其實告訴我們 保有一個真正的真心 可是真正的真心呢 並不是有一個形體喔 不過正常維新系 他為了你 你找有 一樣大家找有 他的教義先希望你找一個 好啦 找有 那你就找那個博士裡面的最高的有給你好了 沒辦法 因為你要教 教你這個修行人要達到無守住 他當下一時來 一時間他無法接受 因為他已經在世俗地的教育 只要我用功努力我一定會成就 這種觀念一直在耶 我們以前在出家學伙 我們的包括我包括我們同等到的 其實都是這種概念來努力用功半道的 只要我努力我一定會成就 後來呢 你了解波羅波羅蜜多的時候 你的觀念就改變 只要我努力我一定會看到我的執著 我看到我的執著我一定要改 你看這種教育就不一樣了 以前是講外公的教育的提升 只要你好好用功一定會有成績給你 就是外公的教育給你 可是我們現在了解的那眼睛 跟波羅波羅蜜多的教育說 他是告訴你你要好好用功 用功在哪一個階段 看到你的自己的執著的習氣你要改掉 這個才叫成就 你看又不一樣的教育了 那你們現在讀了大波羅蜜多跟楞嚴經 就要心裡準備 心裡準備 所以佛陀跟25成就者跟佛陀會報 他們就是用我喜歡的法 可是我們的正念正知都一樣的觀念 所以記住25成就者他們基本的那個不同是方法不同 下手是不同 可是進去的那個佛陀所講的正念正見的觀念是相同 聽得懂 不是不同你們不要誤會 一樣的 什麼叫做相同 因為直起發現 直起要自己拿掉 聽得懂嗎 你要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都一樣 轉化直走都是相同的觀念 相同的正見 所以真是不變不動的 實實在在的 它並不是世間所講的真講的真 顯根性因為指真心要顯你的六根原來是無覽的 是顯發所有六根十二處十八界七大的本體之性 根也是不動意 如把樹根不容易被轟吹以打手動搖 就是說我們今天學佛要學到什麼 傑觀自己八風來都吹不動 八風來吹不動就是根 你在用什麼來吹我都還是法有如是 但是我還是揭納我不會逃避 不會逃避的 第四個 視信地欠實證 開示本性之定 本性之定就是說 持五顧比五你當下還沒有染污的鏈頭起來 你抓住它而把它保認 這個就是開示本性之定 而不是一般所講的四產八定 不過本性之定要想要持久 時間空間要持久 你還是要有四產八定做基礎 尤其要有四產 初產二產三產四產的 所以含有真如本體性 吾偽之法性 若沒有實修而忽略定律 然後我們講會回到阿爛尊責的程度 也就是說我們如果了解佛王法義 但是把法義守之刃的那個點 把它變成一個線一個面的那個三謀地 你當然一定巴風來臨一定還會被影響 歷篩毀趁機苦樂 你還是會被影響的 所以 故要有加強定律 就只有 大家要找時間 跟空間來自己用功辦到 但思想上呢 必須是政治的法性政見 但是我們這個修行人本身的那個政見很重要 政治都很重要 然後 並不是阿 因為我們前面所講的法性的政見 並不是一般所講的四禪八定的觀念 所以能源經中 並沒有教我們蜀席觀 或者觀阿彌陀佛 或者他是在教 此五故彼五當下的 為其心動念當下的 叫做本性之定 所以你們可以 有時候 不一定要盤腿 你們坐在椅子上 有時候你們就自己訪問自己 假如我某某人 現在坐在這邊 那 我節觀我自己沒有練頭干擾的時候 我下面的 時間空間的那個 運行的流轉 它會發生什麼 相況 狀況 所以你有時候有空 假如說你現在坐在那裡 不一定盤腿 你坐在藤椅上也可以 你坐著那你就小 假如我某某人現在坐在這裡 沒有時間空間的影像干擾我 那我現在像什麼人 像什麼人 然後 沒有這些干擾 那我這個修景又可以保持多少時間 可以保持五分鐘十分鐘一個小時嗎 兩個小時嗎 那你都能夠按住 節觀清楚的話 其實 那個 那個定境 就是這裡所講的 我們把它叫本性之定 那如果我們另外的那個名像 我們把它叫做極境內盤 但是你當你坐在那邊 有盤腿沒盤腿 你坐那邊法裔理解以後 你安住以後 然後你看到安住的當中 沒有雜念妄想干擾你 你就無貪無懶 無真的這些 那你能夠把它保持 你願意接受的時候 那你就安住它 安住它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 那個境界我們都通常把它叫做 友誼一的內盤境界 為什麼叫友誼一 體驗可以得到 不過你要得到的話 你要 又回頭過來 你要犧牲很多的我職拿掉 你才能夠極境內盤 假如你的職種不願意貢獻出來 不願意丟掉 你很難了解 佛陀的這個 自信本事親近的那個自信 無惡的禪定 無惡的禪定 所以極元經的禪定 它不是在教你出產二產三產四產 聽得懂 它在教你什麼 一勞永逸 把自己的我見身見 批除掉的那種無我之定 極元經其實的定是這個 所以它裡面不跟你講出產二產三產的事情 聽得懂 它不跟你講這個 但是不講這個不代表它火定 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它 你只有出產二產三產 你會有著相 著有編 你著有編 當然我們也說你 著有編的出產二產 我們當然也恭賀你 跟你鼓掌你進步 但是你要解脫還有一段距離 聽得懂 那你如果了解極元經的教育以後 坦白講它的定是定會等詞的定 它是止官不二的定 極元經的定是屬於這個 是屬於這個 所以它的定中有惠 惠中有定 聽得懂 因為極元經它的教育是要解脫兩個字 並不是要在定中求定 聽得懂它不是的 它不是要的 它的教育是要告訴你 我的本性之定 我的那個無二之定 就是這樣的教育 當然我們剛開始 可能都還沒有辦法體會 然後我們用次第的有向法教育你 先修屬級官也可以啦 先修生活法 先讓你的心先靜下來再說 不過你要有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自我的那個用功修行的紀錄 你不要 忙忙忙忙的用功 你要有一個計畫 不過要有計畫 要把佛經弄懂以後才有計畫 一樣的 好像我們事實力來講 你對於你的國小畢業的這個孫子 或者孫女兒 你跟他講說你以後有什麼計畫 我都還沒有走過 你還問我說以後有什麼計畫 我說怎麼聽到 一定要有過來的你的媽媽 父親母親或者爺爺奶奶 他有經歷過他才有在告訴我這個十歲的孫子 不然你十歲的孫子要想說以後我會變成什麼 他怎麼想得出來 他想不出來啊 聽得懂 那我們今天聽盡文法就是 接受釋迦牟尼佛的解脫經驗的教育 要記住喔 假如你有辦法接受釋迦牟尼佛的解脫教育的文字剝落 你慢慢的接納以後你就會提升到觀照伯弱 觀照伯弱就是實修啦 就是不離開十八戒或者七大的範圍裡面去實修的 去實修的 所以任言經中並沒有教屬習官或者阿彌陀佛的像 他是在教本性之定 就是馬上無雜然 所以這個叫做視性定 就是視性定 就是持五顧比五你沒有動念的當下那種定 各位喔 你們如果練習不出來喔 我有一個方便法教你們 你們當下就可以慢慢體會那個本性之定 好 我用吸氣 然後你一面吸氣喔 看你這個六根六層的變異現象有什麼變異 好 我就吸氣 然後你背氣 背氣再來觀看觀修你的六根跟六層 因為你在背氣的時候 你裡面含有節照力在 含有觀照力在 你就慢慢先欣賞 節照力 觀照力 我背五秒 十秒 那個五秒 十秒裡面 只有像靜置的節照力的那種功能在 但是那個功能在裡面發現了 你這個修心人沒有主動只有邊跟無邊 沒有主動只有邊跟無邊喔 我們現在是反乎嘛 那我們先用記憶的觀念 吸氣悲氣 然後五秒 十秒 我先記憶 這個五秒 十秒 我耳朵有聽到一切聲音 我眼睛有看到一切的境界 可是我有內觀的安住 安住這個悲氣五秒 十秒 這個當中十秒的定力 你可以用這樣子慢慢訓練 那個本性之定就會慢慢出現 聽得懂啊 本性之定喔 所以所以你要了解這個 視性定的時候 我剛才用的那個都是我們的 上角方便的前方便 我們把這個前方便 拿來做一種方法的工具 然後去訓練你短暫的十秒 二十秒 然後你們要記住喔 當你已經體會 十秒 二十秒裡面的 自信的清淨定 你等一下會吐氣嘛 或者會吸氣 你要記住喔 在你吐氣的時候 你剛開始要把你十秒裡面的 那個本性之定把它記住 就是你在反乎的階段 你把它記住喔 原來的 所以你在吐氣的時候 你原來記住抓住的那個 所謂的自信定 在你吐氣的時候 它的節奏力沒有跑掉 我這樣講你們聽得懂嗎 要記住喔 然後呢 當你在吐氣的時候 你把它抓住沒有跑掉以後 你就開始試驗喔 因為吐氣以後一定會吸氣 你要記住 在你吸氣的剎那之間 那個本性之定的那個法性 它依然不會受到你這個修行人 在吸氣吐氣的當中 你會被影響 但是你剛開始先用 反乎的那個記憶把它記住 所以我在吸氣吐氣 可是我另外一個 關照力的那個節奏 我有記住 那個無二的那個本性之定 在吸氣吐氣 吐氣吸氣當中不受影響 這時候你會慢慢就會了解 那個定裡面沒有三股五概 如果抓住這個重點喔 以後就自然放心鬆喔 我們剛才講是那個有為功法的教育 我們先用有為功法的教育 教育你 如果你被教育成功 那以後我們就不用以前 那個初級階段 剛才所說教育那個過程 你就放掉 放掉以後剩下什麼定 就是本性結照無二之定 二六十鐘都在 所以 真的跟自信錠一樣嗎 一樣啊 這個就是自信錠的形容 因為原來沒有雜欄的錠 都叫自信錠 聽得懂這一次 所以自信錠 並不是有一個錠叫自信錠 是你透過這樣的因緣法的節奏力 栽培你 栽培你 如果你被栽培成功 你的錠的三母地 就是二六十鐘 以莫東進體安然你就做到了 所以我剛才講的那個方法 你們可以實驗看看 但是 他的實驗都在於 你對於那個方法的不同 你這個 修行用功的人 你的節奏力不能跑掉喔 我們節奏力 初學會在哪裡跑掉 呼吸吸氣吐氣跑掉 所以你們剛開始初學的時候 就是要不願齊 不願齊反的注意你的吸氣 因為吸氣吐氣他是延齊法 來跟去嘛 吸氣是不是進來嘛 吐氣是出去嘛 就是你會遇到來跟去 可是我遇到來跟去的時候啊 我沒有影響這個大地本身的 這個無二的自信病的那個磁場 的那個性力 本性的性 那個性的那個力道 你都按住 這時候你就慢慢體會到 什麼叫視性第三個字的解釋 然後如果你把它抓住 你行住坐臥 自然而然啊 你那個肉體的那個柔軟性啊 那個無二自信就會顯發出來 就顯現出來 這個這個過程啊 大家自己做下手處看看 當然我們啊 也可以從啊 一切勢力論所講的 九項心柱下手 我們一般有時候叫九柱心 九柱心裡面啊去下手 漸漸深入自信的自信的本定 我們講自信的本定 就是此五不彼此五 你沒有被妄念煩惱影響的那個定 那個定不是打坐 那你自己做才有 行住坐都有 行住坐他都在 所以才會跟你講體安然啊 但是你必須先了解 當然我們了解以後啊 你先用一個初步的當中 把那個自信定的那個觀念的記憶 先把它記好 原來那個自信定就是這樣 你把它記住喔 二六時鐘你來訓練 因為我在跟家裡某一個人講話 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你看電視當下那個自信定還在不在 其實他是在的 只是我們反而今天看電視以後 就被外層影響 就那個眼睛裡面就會被吸走了 吸起成像嘛 對不對 現在你們了解這個自信定 本性定 你要把它抓回來 我一樣看電視沒關係 可是我的自信定 我自己觀照他在 你就慢慢就體會到啊 沒有砸沒有貪三獨蓋砸染的那個定 這個才就是四本定的意思 阿蘭尊者問十方諸佛如何修三謀定 好不好 所以阿蘭沒有回答阿蘭所問的問題 因為阿蘭被文殊菩薩救回來嘛 以後我們講到那裡 我在跟大家講那個原因 所以我跟阿蘭討價玩家 喔你也臉皮比較厚 人家文殊菩薩把你救回來 你也先把 在佛前跟佛陀懺悔 我只能有過瑜似 他沒有呢 他馬上問那個最高的定 真的喔 阿蘭以後我們講到這裡 所以我們今天聽聽文化 你就要懂得這個叫 生理學 心理學 所以 可是佛陀齁 那個心量也蠻廣大的 但你沒有先唱文 你直接要問問題 我也配合你啊 配合你的言語 但是佛陀也知道 雖然你沒有懺悔 你講其他的話 其實也代表你已經懺悔了 因為什麼 因為你不好意思講 那麼多人都在聽 這個也是代表已經懺悔了 所以阿蘭尊者問十方諸佛如何修三摩地 因為他被文殊菩薩救回來 他第一個問十方諸佛怎麼怒三摩地 什麼指什麼官 問這個最高的警戒 但是大家要記住 阿蘭問佛陀這個修訂的事情 佛陀沒有叫他去盤坐修訂 你要記住 佛陀都在教會觀 讓阿蘭去理解 所以才說 第一個 階段用七柱真心 破解你的執走 來跟阿蘭對話 對話 所以佛先回答會影響成就三摩地的原因 也就是說阿蘭問這個佛陀 佛陀 佛陀 佛陀並沒有回答阿蘭所問的問題 因為我現在跟你回答那個問題 其實你也聽不懂 那我乾脆先講 那個影響我們成就三摩地的原因 的那個障眼的直取 然後呢 因為沒有了悟 了悟那個本體之性的信定 就不能降虎煩惱之謀 沒有辦法降虎 所以諸位你們如果 慢慢讀了任念經以後 其實我們漢傳很多的祖師 他們在修行當中 其實時常都錄這種定 這種定是無助身心的定 因為它比較究竟 所以我們漢傳很多祖師 那個禪宗在唐朝後的這些 他們的定都不是一般的出產 二產 三產的定 因為一般出產二的三產 它沒有會關 它只有定 定而已 它沒有會 所以我們釋迦牟利火教的定 就是馬上要讓你超越 那個有項的定的執著的教育 所以你為什麼 我今天看了很多那個 經典的那個述說 為什麼我都想說 奇怪我們本是釋迦牟利火 怎麼都沒有講一部禪定的經 從頭對初級班到中級班後 把他講了一部給他 後來我也漸漸了解 因為為什麼佛陀不講 因為講了未來眾生 會再執著一次兩次三次 他那個 雜喊是在講那個無我的定 不是講初產二產三產的定 聽得懂 雖然有講這個 但是其實佛陀沒有注重 所以你在雜喊的講那個定 才幾張的篇幅而已 不多 真的不多 因為在雜喊後面有 弟子有問佛陀什麼叫初產的情況 二產的情況 三產的情況 因為佛陀他們在印度的文化修禪定 本來就是他們的這個文化修禪的本能 本來所以佛陀根本不用去教他們 幾乎你們都會 我根本不用教 我教他們是教你們不會的 你們執著的事情 好 所以呢 因為沒有了悟本體之性的信定 就不能降虎煩惱之謀 用俗習觀想等方法 只是次第的過程 不是究竟的 所以佛欠我們一定要實證 所謂實是真辱之實 並不是一般凡物所講實在的實 這是真辱之實 用功的方法 絕對要走向真心之定 也就是說假如主要講這一生能夠解脫 你就是透過任元經的教育 大部分的教育栽培你走向真如之心的定 這才是真正的實證 所以呢 本真境界才會顯化出來 本真之境就是你不著二邊的那種定境 你才會顯化出來 所以當我不著二邊顯化出來的定 就是什麼定呢 就是我們用兩個字來形容 但是我用兩個字來形容 你們回去慢慢施維修 就是如太陽的結照力的照一切大地 而不值一切事物的現象 這種定才是我沒要的定 這釋迦摩講的定 你要記住喔 你的心念你的心思要不要做到這樣子 就要靠說你有沒有做到這樣 任何的那個逆境跟順境的境界 也在你的面前你不逃避 你接受他的考試 聽得懂 你的那種 如太陽光照大地的那個定 你一樣都保認 聽得懂 你看我們在氣候裡面 好天氣跟壞天氣然後做颱風然後做地震 你看哪裡有影響我們太陽光的本性 之光的定都沒有 你要栽培到這樣子你才要解脫 你要解脫的 好 所以本真的境界才會顯化出來 所以古德隱古德說 信定謀弧昭昭樂 忘戀不起處處安 你看以前那個禪修大德很有經驗的人 很有經驗的人 就是我們的原來的本性的定 無二的那種定 這個就可以做到降伏四個謀 不管是死謀病謀環老謀天謀 我們都有辦法降伏 所以我看到傳記 那個智耳大師在天台山用功的時候 那個外謀也是半夜來跟他干擾 也多少干擾 後來智耳大師就怒十項定 十項定那些謀就找 就看不到那個對立的那個智耳大師跟他打架了 都看到他這個十項定 包括謀的身體 謀的一切他都融入 因為我們雖然稱他為謀 請問那個謀有沒有五印 有 謀一樣有十二路 一樣有十八界 那我今天安住這個五印跟十二路十八界的信定 跟你五二五北 請問你要在哪裡再去找對立的五印十二路十八界 就找不到了 就五二五北 所以所以你要理解 當很多的修學佛法的時候 你要用這樣的信定來幫你 所以才會講說信定模糊糟糟糟的 我們用無雜欄的那個定 來享武所有一切 持有故彼有的煩惱 妄戀 然後你才能夠妄戀不起楚楚安 你就不用胡思亂想 所以我們就認為 因為我們寫佛的時候 在初級階段還不了解經歷 所以我們剛開始都有對立的那個時段 包括師父回想 我寫佛當中 那個對立的時段最少也經過了二十年 經過二十年都停留在那個 那個用功半道的那個二元論的觀念裡面 才知道二元論的觀念的用功修謹 如果你沒有再提升進步的話 你一輩子就停頓在那個階段 你一輩子 所以因為停頓在這個階段不得不 你如果想要儀架某個岔土去用功的話 那我們就給你施設九品的階段 讓你去投身 去投胎 那個九品的投胎 那就表示你執著還在 要懂嗎 不是你已經圓滿了 沒有圓滿 好 所以其實外某的出現 都於內在的質取所造成的 那我們如果漸漸理解佛法以後 我們無惡的話 那些外某根本是不存在的 修寫佛道只有用信地方法去轉化它 也就是說我們慢慢了解佛法 我們二六十年都安住在 持五故比五的框架裡面的信定 來自我教育自己 而不是用對峙它的 因為我們知道對峙它以讀攻讀 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而且會增加很多困擾的問題出來 所以才有辦法把魔降伏掉 花花你的環繞魔你都有辦法改善 辦法改善的 降伏後我們才能夠朝朝熱 所以才說信定魔虎朝朝熱 一個念頭都不止走 到那時才可以叫處處安心 你看我們這都是只有的 只有的 那個習性 如人撞得採見很快樂 但它不是真樂 凡世間的外向所引出來的樂 都不能叫做真樂 因為它是有所得的樂 是短暫虛放的 可能在短時間很高興 但那是一種迷惑的高興 不究竟的 不是真的究竟的高興的境界 所以真正的快樂是無價之寶 它沒有壓力沒有煩惱 是佛教講的真樂 所以我們的快樂裡面 是所有境界 你看到那個境界給你的那個快樂 比如說我們現在 在小雞蛋看某一個歌現在演唱 那你快樂只是快樂三小時而已 三小時 為什麼 因為凡夫的快樂 它會透支它的身體的能量 我們修禪定的快樂不會透支 你放心 如果你今天修禪定的快樂還會透支 那表示你修禪定 那個正念正見還沒有虛多到完成 哪有修禪定的就是越修越累 你不是笑話死了 那如果會累應該先去找釋迦摩尼佛 因為他一坐坐坐那麼久你會不會累 你要記住喔 假如你說你修禪定會累 那你的之間一定有問題 因為你早有邊 聽得到 佛陀的無二之樂 是不能讓你早有邊跟早無邊 你要接受那個信定裡面 所以我們才說 世間人種的什麼 那個有為或者四向的快樂 都是短暫 那不是真正的樂 所以凡世間的外向所引發出來的樂 都不是真的 是短暫虛放的 可能在短時間會很高興 但那是一種迷惑的高興而已 不是真高興 真正的快樂無價之寶 他沒有壓力也沒有煩惱 是活價小的真的 所以我當時看到智德大師的公案 他修寫這個 因為法華三昧燦 他前面的 他有分十個段 那個 法華三昧燦 其實真的是要被鼓勵來推行 因為為什麼 因為智德大師 他所編寫的法華三昧燦 有一篇 有一篇是談什麼開示 在談六根的懺悔 結果法華三昧燦有這個 你良煌燦啊 三昧水燦都沒有這個 所以我們就知道智德大師編這個燦法 他對於六根的根利儀 就是佛陀在世的原始佛教根利儀 他是很注重的 因為他知道如果你的六根不親近 你走到哪裡一樣不親近 所以他有六根燦 結果智德大師有編了這個六根燦 我說他的那個方便智慧真的好厲害 因為智德大師我們公認他真的沒話可說 你看我們的六廟門又不是釋迦牟的我所有 都他老人家編寫的 六廟門 他很厲害 這個智德大師自己的創作 真的創作 所以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今天用功修請 所以我會舉例當年智德大師在天台山枸青寺 用功的時候 半夜裡黃蜂大座 那個天魔、孤粉、野鬼都來擾亂他 找他麻煩 因為你如果成就 我們又少一個那個弟子的 所以你們不成就他高興的不得了 你們成就他很擔心的 所以智德大師剛開始也是用對峙的方法 所以用許多有為的方法來對抗 結果呢 越對抗越糟糕沒有成功 後來呢他也不再對抗了 他就入了信定 就是天台中講的名相叫實相定 實相定就是這裡所講的信定 就是我跟你打成一片 我也不是你的恩人也不是你的仇人 我跟你打成一片 這個摩哥 這個智德大師已經沒有幫我 沒有幫我們當作摩來擾亂他 那我們還欺負他幹嘛 他就跑掉了 所以天台中叫做實相之定 某與我啊是合一的 沒有所謂我要不要降伏他 或者對峙他的念頭存在 所以你要記住喔 假如你現在 如果你的妄念來的時候 我們建議大家 你直接直觀那個妄念來 一定會走掉的生魅性的 生諸易魅 你不要再用佛號或座椅去壓他 因為這越壓煩惱 只有這越來越嚴重 你只看他一定會變異 任何一個念頭起來 不可能沒有變異 一定會變異 你就是旁觀者清 看他怎麼來怎麼去就好了 去了我們也不追 怎麼來我也不要去找答案 請問 所以很多人我問他說 一個妄念來了 你知道他怎麼來嗎 你看得到嗎 幾乎所有人回答都看不到 但是已經 在用功的當中 已經起來二十分三十分鐘了 還糊裡糊塗的 怎麼來的 有一天你了解佛法 告訴你 其實你也不知道他怎麼來 聽得懂嗎 但是有一天你邪火慢慢累積以後 他怎麼來你照清楚就好了 不要干擾他 你也不要主動他叫他不要來 你只要不干擾他就好了 他自然來一來他自然就走掉了 但是你如果要用什麼方法去對峙他的話 他就越來越多來干擾你 聽得懂 我們的十項定是不能干擾一切的境界 你說安住他然後接納他 所以真正的那個 我們在修行的當中 十項之定 智者大師 某與我是合一的 沒有所謂我要不要降伏他 對峙他的念頭存在 所以這種觀念也是告訴我們 我們裡面有妄念來 自然而然用禁止造他妄念的變異 因為他一定會生出一妹 這個是法性跑不掉 那你如果用功的修行者 你被交易你自己成功 不主動找有的話 你自然而然接納他 他來的一定會自己走掉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不要有所謂我要不要降伏他 對峙他的念頭存在 就這樣子 但是啊 水都的奇奇怪怪的景象就消失了 這個智者大師他在他的 那個娃娃三妹參他自己講的心得 好我們休息一下 所以自信定 我們一般講的那個自信定 那個自信定就是說你這個修行人 沒有有的执著沒有五的执著 這個兩邊的执著不起 都不會再起來 也不會被你的習氣干擾 你知道我們今天之所以會有妄念 我們最要小心是什麼 那種慣性習氣的想法 那個會干擾我們 我們最嚴重的 因為那個都不要洗心動念 因為你已經習慣了 所以你必注意嘛 我們每一個人跟 對方在講話 我們都有每一個人固定的口頭禪的習氣 請問口頭禪的那個話語講出來 請問你要另外洗心動念再來講嗎 不用 因為你已經把它產生慣性的習欄了 今天我們用功修行想要進步去 就要更進步把這個習欄給切斷 就切斷 如果你把它切斷 你的那個原來的諸法的 本信定 自信定 自然而然 因為它沒有所謂消失跟成長 它沒有 因為它是法爾如是 它本來就法爾如是在 但是因為我們凡乎 因為沒有天經文法 如果你沒有融會貫通的話 你會還是會習慣用自己的概念 去找答案 至少真的喔 找答案 所以我們下面說 諸位你看喔 我們把你丟到浮木 到浮木你會不會害怕呢 為什麼會怕 因為我們有我子 我子的時候就會害怕說 是不是怕自己會被鬼吃掉 我們就胡思亂想 我想包括我們當小孩子的時候 我們都有胡思亂想過 不可能沒有的 怎麼辦 都用佛號來對峙 我們就越練越大聲 越練越大聲其實代表恐懼越嚴重 因為害怕嘛 所以說表示內心還有恐懼所造成的保護的心態在 如果呢 這時呢 你啊 如果我們了解法易 當然我們就不再用那個對峙法 你也不用用什麼咒語來對峙它 不必送心經啊 大悲咒啦 或者佛號等等 因為你練那個都是 有我見我子才練那個佛號作用 假如你相信它只是 五行的五印 我們是有行的五印 聽得懂嗎 它是我們肉眼看不到 五行的五印 可是它們還有五印啊 所以你 所以以前我們 那美國不是拍的一部叫 第六感生死念 對啊 你去看他的影片 就描寫了一個人的死亡的那個記憶 他的記憶 然後一個人死掉 突然死掉 他還不知道他叫死掉 因為他不知道 他只是看到 怎麼有一個人的那個肉得跟我一樣 他躺在那個路邊 他還不知道他叫死亡的 他不知道 所以他 找他女朋友叫他 他當裡面怎麼都沒有回答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叫死亡 你看喔 一個人的突然一到車後 他砰一下死掉 他不知道他這個已經死了 他不知道 所以這位你看 我們凡夫的眾生也會 被他長期以來固定的想法 記憶給籠罩 那跌籠罩久了你就會鬥入常見 聽得懂嗎 你就會鬥入常見 所以我們 為什麼佛陀 他不會去在意你死亡界是什麼身份 但是所有死亡界 所有的死亡界的眾生來邪佛 一定要想辦法在邪佛的當中裡面 他發現他自己的我見 然後願意放下身份把我見改善掉 所以我們的戒定會為什麼他 我們跟人家大眾開示 我們開口閉口都講戒定會是三無漏 我們沒有講戒定會三有漏 我現在跟你沒講喔 有三有漏學喔 就戒定會 你哪裡聽過哪一個師父講三有漏學 全部都講三無漏學 但是我們雖然講三無漏學 但是我們實踐戒定會為什麼沒有做到 戒要讓你無漏啊 定要讓你無漏啊 會要讓你無漏啊 為什麼我們都做不到 所以做不到以後就是喊口號而已 聽得懂 我們在台上也喊口號 你們要自己做 我現在沒做沒關係 就變成這樣子 我們就口號都換回裡面 所以這位你要記住喔 所以假如你了解了 五印皆空是法爾如是的親近平等 我們根本不需要用對峙法來對峙 對峙你的喔 然後逃避那個恐懼的心 所以我們如果修學佛法 好我有恐懼的心 我就當下坐下來去探討 那個恐懼的心啊 是從內聲稱 還是從外還是從中間 不是有內外中間嗎 我們從那邊去找答案 看說你的直走的點 真的有從一個內跑出來嗎 你的直走點有從外或者中間跑出來嗎 你去截觀看看 後來你截觀 真正的去截觀你找不到啊 後來我們後來就慢慢教育自己 教育自己什麼答案 那原來是原來自己直取的觀念的那個包袱啊 一直記憶 所造成我們的缺點 聽得懂 你如果天經文法久了 那我已經知道答案了 那哪裡什麼有恐有不有畏有據 在干擾你 聽得懂 所以才說 天經文法的用意就是 你了解你佛陀的 在講經說法的真實意的道理 你聽的人啊 願意接受 你以後都不用對峙法 聽得懂啊 因為你用對峙法會 對峙成功你高興 對峙不成功 你整天都是心情悶悶不樂的 因為你一直著編嘛 所以這時不採用對峙法 也不必送心心大悲咒或者佛號 去趕走你的恐懼的念頭 結果我們也練過 從來沒有一次成功 那個恐懼還是在 當你只有很嚴重的時候 你根本念佛號也無法改善 沒辦法改善你的恐懼的那個點 而是先降伏你恐懼的內心 是從何而來 馬上怒十項之定 十項之定是轉化自己內心恐懼 最好的方法 真的 後來以前我們慢慢累積下來 我們就已經可以了解 所以下面我們用一個細論的公案 以前有個公案 某個地方有做道教的廟 然後呢 在它對面的是個佛教的寺廟 我們以前古代交通不方便 所以那些有錢的人家 或者園外的夫人 或者園外 他們大部分都會在初一十五 會去廟裡面拜拜 這個以前的文化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後來到了那個 我們趙周禪師 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北京附近的那個那個 那個河別的 那個趙周禪師的那個廟 喔 那個初一十五 真的那個那些的師父會累死 他怎麼累 光一個找課 練那個名字都要上百個人 練不完 這是因為找課完要練書 你跟他們回向 光練那個名字 都在初一十五 你看我們的文化喔 如果以世俗來講的話喔 其實它的優點是什麼 因為最少不管他們趙月不趙月 最少那個初一十五 那一天還有善念存在 以世俗地的解釋 尤其浙江 所以很多寺廟不讀教位 因為讀教位是讓你們人不要來太多 結果沒有用 你讀的月高來了 他們喔 如果你定的月高 表示你這個寺廟 回向功力很好 我們越來參加 你們都不知道心理學 一般的 不是我們願意寺廟把它定高 我們願意定高 是希望你來少一點 結果換到他們的微信所限 他的想法是 喔 這樣這個寺廟一定會有感應 所以他才定的那麼高 我們一定要請他回向 都練不完 因為你初一十五 浙江省 江蘇省的這些寺廟幾乎都 累得要命 一個光練他的名字都比那個能源座 練能源座一變還長 跪在那邊一直練他的名字而已 喔 這個是文化 這個文化就是基本善法的文化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個善法文化是指有編 不是解脫之道 他們不知道啊 因為這文化累積幾千年來的給他的風俗 他們就 後代的人就一叫風行 一叫風行 所以有時候你要知道想要破人家指走 我說真的還真的蠻不容易 回觀反照我們自己有指走 要自己改善 我們也相當不敢 你要相信嗎 真的我們要放下指走 我放下指走人家都忘記我的個性啊 我就沒個性啊 人家就不會記念我 聊天的時候 泡茶咖啡就不會講到我的名字啊 某某某人喔 我跟他道歉很久 我知道他的個性 聽著這句話你看多舒服 你們不覺得嗎 有人背後跟你記念一下呢 你還不好 你又跟你忘記呢 所以你就知道我們這個直取的那個友卷 哇真的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以前有個公案 某個地方有做道教的廟 在他對面是一個佛教的寺廟 每月初一十五 他們道教也跟我們一樣都注重初一十五 大家都願意跑到佛教的寺廟去拜拜用功 這個道教的廟就 每一個月每一個月的初一十五 就人來了越來越少 這個道教的長老就很生氣 道士呢 也有一些可以呼風喚雨 因為很多的道士啊 在大陸很多的道士 他們多多少少都會學毛山道法 都真的都會學毛山道法 不是大本領到小本領就可以把對方弄得團團轉了 所以就用這些想要對峙佛教的這個寺廟 那住在寺廟剛出家的定力不足的這個人 這些的那個小和尚都被嚇跑了 因為他還是看到那個有為的現象出現 只有老和尚沒有跑掉 時間一久呢 當然道士的法術會用完 因為你一直用道士沒有成功 那個出家的老和尚也不走掉 還是在那個寺廟裡面 還是沒有趕走對面的老和尚 所以有人都讚嘆老和尚 你的法術比道士厲害 比道士更厲害 然後老和尚回答 他有我沒有 他有會用完 我沒有永遠用不完 記住這句話 這句話很有閒機 你們如果要有 有一天會用完 但是你什麼都沒有 你永遠用不完 聽得懂這一次殘疾 你就無量無邊的 所以這句話看來很世俗化 但意義卻蠻深的 因為有會用完 沒有則是無窮盡 永遠包容他接納他 所以他永遠在我的牽牽裡面 反過來我們今天學佛 如何教育自己 是用不完的無我的境界 你這樣才會真正的解脫 你不能找有邊 尤其我們讀了大波羅經跟楞嚴經的教育裡面 佛陀的教育一直灌輸我們的 有我們尊重他的遠距 但是不要去執著他 我們不否定有 要記住 如果你否定有 你會兜入斷面見 我們尊重有的 英眼深深眉眉的事情 但是我們回觀自己 會不會再有的英眼邊緣 我會被自己的習氣給感染 聽得懂 我們慣性的習氣給感染 我們凡乎一定會 一定會的 他沒關係 我們了解法語 慢慢慢慢 給他調理 所以盧孫悟空 沒有辦法離開盧來佛的掌心 因為佛陀我們看西遊記裡面 因為西遊記是代表 波羅波羅密都降虎三毒 為什麼 因為孫悟空代表成毒 沙烏定代表語詞 諸葛亮代表貪戀 就 貪戀三個人代表貪生之三毒 諸八戒 諸八戒 就是貪戀 諸八戒 是諸九戒還是 諸葛亮 諸葛亮 諸八戒 諸八戒 他們有同道 他們是同道的 所以你看 諸八戒 他是誰貪的代表 孫悟空是稱的代表 那沙烏定是魚吃的代表 那要用什麼來解決 要用波羅波羅密都來解決 你的三毒蓋的執著 所以孫悟空 我們在西遊記裡面 他就描寫 孫悟空想要跳脫這個 如來的手掌心 因為如來的手掌心 他代表五印 所以你的孫悟空再怎麼跳 你都無法跳脫五印 所以記住 我們不管你東南西北 跑到哪裡 你的五印都跳不開的 所以我們的五個指石子是佛陀 在西遊記的他所寫的 那個叫做冠宗 什麼冠宗 那個寫西遊記 羅 羅 他就是告訴你 其實他是懂佛法的 你啊 任何一個人你功夫再怎麼高 包括佛也無法跳脫五印 你只有接受五印的不止取 跟他融入就好了 你跳不開啦 聽得懂 所以大家要記住 你不要以為說人道才有五印 佛法卻一樣有五印 然後到了三二道的畜生道 二鬼道 他們一樣有五印 這五印是偏離接觸的 偏離接觸的 所以 假如我們都不止取的時候 那我們當然永遠 無有窮盡 所以永遠包容他接納他 所以他永遠在佛的千千裡面 就是在五印的千千裡面 如生悟空沒有辦法離開 如來佛的掌先一樣 因為掌先代表五印 修學佛道 我們慢慢聽盡話也要了解 我們就走上 對於五印接空的這條路的提升 那才叫做實修者 不然你如果不了解 你都是在外反位實修 數量上的取勝的實修 那個還都不能叫實修 所以這條路的實修 實正的路 第五個 就是要照這一部經的 然後第五個就是消倒想除細貨 消我們顛倒想 顛倒想 然後除掉我們為細貨的無名 凡乎都有顛倒想 如早課的記字 我們就從嫩顛經裡面摘入下來 消我意解顛倒想 你看 所以嫩顛經就是要 它的教育的觀念就是 消我們的顛倒之想 矯正我們的觀念 除掉為細的貨 為細的貨呢 就是無名 它是以身俱來就存在的 所以只有用我們的嫩顏大定 才能夠擺平它 所以 第六個呢 就是民阿 二門阿 利阿 精厚 也就是我們講兩個門 真如門跟生命門 這兩個 我們一般有時候就講 聖義帝門跟世俗帝的門 其實這兩個門就是要幫我們 把自己的環擾自己給改善掉 所以說真如門 生命門 或者我們把它稱為實相門 方便門都可以 修學佛道要有方便方法 我們不要用固執的觀念 在修學佛道 所以假如我們在用固執的觀念 在修學佛道 你永遠不了解佛法 你說 所以了解佛法的人 你一定要 你要準備了解佛法 在世俗帝的標準是什麼 你這個修行人 你的個性要越用功越修行 你的個性要越來越柔軟 你才可以了解佛法 不然你去找 很多 剛義的人的個性 他要了解佛法很困難 除了他自己改 改到他的個性 他很柔軟性的時候 他才能夠接納一切法 他才不會說 我的看法 我的見解 我的判斷 他才不會苦口 一出口就有這樣的 直取的文字出來 所以才說 修學佛道要有方便方法 哪一種人 才比較會有方便方法 個性柔軟的人 我會跟大家講這樣 這是統計出來的 比例上 你知道 所有的成就者 不管在殘壇開悟的 不管煉火一心不爛 你去找 這個達到這樣的成就的 這個修行人 幾乎都是個性柔性的人 因為他的包容性才會大 如果我們處處都講原則 聽得懂 你不尊重延期法 可是你的原則並不是錯誤 可是你的原則再怎麼對 你都會得罪人家 都會跟人家對立 聽得懂 所以我們的原則要不要 不要標準太高 六十分就好了 聽得懂 你不要一百分 因為沒有一百分 沒有一百分 因為佛陀已經跟我們講 你的一百分經過時間空間 你的一百分也會自己降低 因為你會被時間空間給變異 聽得懂 你一定會變異的 所以說修學佛道要有方便方法 因我們在世俗 思想也會被世俗所牽引 除非我們學習十項佛法 就是說除非你了解 才有辦法超越人為的思想 如學生文聖的行者 剛開始一切都是無常 如果讀楞元經以後 我們的觀念就會調整 一切都是濃度妙真如訓 所以無常就等於妙真如訓 就畫等號了 但是我們剛開始初學者 沒有辦法畫等號 沒有辦法畫等號 所以要了解一切法 本是妙真如性的顯現 然後呢必須要有生命的方便之門 才能夠從 才能氣怒真如實相之門 也才能利益未來的眾生 所以以上呢就是我們第二個段落講 這個古來大德把它分為六個 所以這個楞元經它的教學的用意是什麼 所以才叫做第二個起教的因緣 這是起教的因緣 再來第三個 上聖所設 就是這部經到底是 要做什麼車子 聖就是我們以前所講的車子 你到底是要坐腳踏車 來承等正結 還是要自己開摩托車承等正結 還是要買一輛車子四輪來承等正結 還是呢 我也不要自己買車我坐高鐵就可以承等正結 如果比高鐵更快 那我坐飛機承等正結好了 這個聖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這部經它本身的教義 是栽培你到底是什麼見地的觀念 聽得懂 見地的觀念 所以本經 本經典到底是哪一帳所設呢 在帝靜會中 它屬於哪一部分的規範呢 以天台中叛教 本經正屬於原教 兼射藏通別 如果以天台中這麼說的話 那大家都要了解什麼叫 天台中的藏通別園 藏通別園 所以我 我有時候用世間的例子 藏通別園就類指說 藏教就是小學階段 通教就是初中階段 然後呢 別教高中階段 嚴教大學階段 就是藏通別園 這樣次第就是 那這部經 有沒有這些都講 有 他藏通別園的教理都有講 也就是說這部經有講 那個小學階段 你看小學階段的那個文字是什麼形容 就是後面啊 如果你前面都不了解 那我們後面都降下來 持座平安 持座平安 是不是小學階段的心態 你看我們小學生如果被人家欺負回去 都會哭訴給爸爸媽媽 你要保護我 這個就是藏教啊 聽得懂啊 所以楞元經他的教育 有藏教的接吟 有通教的接吟 有別教跟嚴教的接吟 他的世教裡面的教育 當然如果你了解 藏通別園 你要理解他的話 你就知道佛陀這一段 他是屬於通教的說法 或者別教的說法 聽得懂 其實如果 我們往後會讀到七處真心 其實七處真心是嚴教的教育 不是那個藏教的教育 可是我們看不懂 那當然看不懂 因為嚴教的形容詞 所以阿拉也聽不懂 或者在表達什麼意思 然後呢 來阿射受有本經正屬嚴教 所以我們楞元經 他最終是要聽經無法的人 讓你進入嚴教的成等正結的水平 其實他的用意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們古來大德 就會把這部經的他的功能性 講給我們聽 那以後我們如果照楞元經的教育 來修行自己的話 你一定可以達到嚴教的水平 但是你如果沒有辦法就退下來 達到別教通教或者藏教的水平 所以堅舍藏通別 以三藏而言 此經就是屬於金藏 如果藏經歷論來講 他是屬於金藏的 以界定會而言 此經是界定會都含舍 都含舍的裡面 如果以過去古代所講的 他是屬於定學 今的內容 講定的方面多 不過如果以師父的體驗 其實楞元經是在講會 而不是在講定 所以古來大德他們的體驗 我們參考一下就好了 我的參考 楞元經其實他在講會 因為他在轉 他在教育一個人的執著的轉化 你要不要自我轉化成功 你自我轉化成功 你這個修行人 當下都安住無惡的境界裡面 這種教育都是叫會 聽起來都是屬於會的 所以諸位你如果 了解這個會以後 其實你當下的清淨心 如果展現出來 所謂清淨心就是我發現 因為我不主動再執著了 那我把發現我不主動執著的 那個我產生禪定 我可以把發現自己不執著 我把它定一天兩天三天 一個禮拜乃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這種不執著成功以後 他的當下就是會 所以記住 我們的會不是在講你聰明不聰明 聰明的人教會不是 我們是講你六根一道六成 你能夠放下你的執著的習氣 那個成功的那個人才叫修行得智慧的會 因為他得到善分別 善分別智 你要懂這意思 好 所以說金的內容講定的方便多 因為我們道行不夠 所以會體會不出來 如金鋼金也是在講定 只是一般初學者沒有辦法發現到 如果有些人想說金鋼金也是有講會 沒錯一樣有講會 然後呢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 那為什麼會說是定呢 這奧妙要自己當然深入的那個 去理解你才能夠了解 所以以前的古代是把它歸納 律障是屬於界學 論障是屬於會學 那什麼叫會學是討論辯論的 那如果我們從定裡面無我 那我們的那個論障啊 就不是一般所講文字的造論的論障了 我們就達到無所住心的論障 這個思想 再來第四個 在義理的潛深 義理的潛深 本經的義理到底是在講什麼 這在講什麼 像譬如說我們讀雜欄金 雜欄金本身的經意在談什麼 其實雜欄金的經典都在談五印皆空的事情 他的真正的出發點在談五印皆空的 那我們這部經呢 從深的講講到前 所以我常常用一個形容詞 所以楜欄金的教育啊 從博士班的課程講一講 你們聽得懂嗎 啊聽不懂 我們這樣來碩士班的課程 聽得懂啊聽不懂 這樣來大學生的課程 如果再聽不懂呢 我們講保佑平安的事情 以後呢你們寫個 很懶惰 連嫩言咒也很難辭送 因為太長了 我也不想 寫個嫩言咒其中一個字 掛在身上一切都平安 所以記住 平安不代表我質化掉喔 你要記住 你不要以為誤會 這平安就是 表示你的我質都解決沒有 聽得懂啊 所以他有七處真心的教育 一直一直退退退退 對對對 因為那已經當中佛 阿朗問了六個階段的問答 一直退退退到你 你懂不懂 如果不懂好吧 我們就心外求法做善法開始 或者你想要成就 我們用那個公法的成績單給你 所以才會有所說的 三賢十地的果位的解說 實信實回向 因為你早有嘛 你要問佛斗說 我不知道我怎麼進步 佛斗好吧 那我就跟你講那個赤地 如果我們是無助心來 弄言經的話 我們就不用在赤地的繩子被框起來 聽得懂嗎 看起來 所以 這奧妙只有自己去理解 所以本經的義理從深的講到淺的 因為從七處真心一直講 所以他弄言經裡面的教育 以天台中的那個前線來看的話 他含有前教 實教 頓教 嚴教 乃至以戒法的諷子 更從大聖的建教 逐步修行 自然成本正解 五十五個位階 我們講這個十五個位階裡面 將來如果有興趣都要看華元經 因為念言經的解釋 都是很粗略的解釋 如果詳細的解釋都要看華元經 有十的品 所以有甘慧帝 十信 十住 十審 十肥相 四加審 然後再鑾等領 四滴 然後我們才進入出地菩薩 出地菩薩的 信 不是只是信三寶而已 最終的是信真如本體之 四大五印 是五二五百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四大五印 所謂有大就是他的性質 因為我們講地水佛風 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 固體 液體 氣體 溫度 這個就是四大的形容 以前沒有物理的 佛陀那個年代沒有物理 沒有數學的教法 所以只有用這個 一般印度 黎祭匯陀他們的那個文字表達教育 我們佛陀又把它改變一下 所以我們就講說 有他的這個四個性質 是存在的 所以才說甘慧帝 十信 十住 十審 十肥相 所以你們如果要把十住 十審 十肥相 瞭解清楚 叫看滑眼睛 那個眼睛他很簡淚的說而已 沒有講得那麼詳細 信也不只 只信三寶而已 最終是信真如 本體以四大五印是無二無別的 因為每一個地水火紅這個 都含有諸法的不動的那個 本能本性 然後信真如 這要達到這個圓滿 也就是說諸位你們接受 楞元經這種教育 你也可以承軟症結 你也可以承軟症結 那我們如果從雜阿含經的教育 來說元七法 你也可以承軟症結 一樣可以 都一樣的可以承軟症結 所以才說信真如要達到圓滿 經典解釋需要一萬結 以前我剛初學 要達到這個信真如要一萬大結 那我投胎不是要超過一萬次嗎 好累喔 我說這個修行 看到這個時候 這個時間的概念給我們套牢 我們就已經退到了 因為一個人活在世上可以活到一萬結 你中間一定一直一直換身體的夜報 有這個夜報 所以以前看到經典這麼說 我都放棄投降了 一萬結 嚇死了 但是我想說 所以你們每一次自己想 你這一生的一萬結要圓滿了 所以你這一生就會成就了 你不要還在想說我要經歷一萬結 那你真的會暈倒 你要告訴你 你最後來人到這一次最後信的一萬結的最後一結 聽得懂啊 那他拖翅布啊 知道齁 拖翅布聽得懂 馬上跳過 為什麼跳過 因為我是鈍教的根基 聽得懂啊 鈍教 你要鈍教的根基 你不要死在這個框框裡面 聽得好一彎 哇 投降了 那我算了 我就 不然你不會跳 就去訓練三級跳 所以這位你要知道 這個佛法的教育 它是嚴隆無礙 你不要把它硬性規定 是降著降著降著而已 所以我們叫做要有方便智 聽得懂啊 我們不是偷懶智 懈怠智 我們是方便智 最終是要信真儒 本體以四大五印啊 是無二無北 信真儒要達到圓滿 經典記載希望一萬結 經典所說的邪佛要經過三大二生集結 三大二生集結啊 或可代表三獨的轉化 所以這位你要一萬大結 二萬大結 三萬大結 有些的祖師他把它解釋 配套三獨 就是你的貪獨轉化 就一萬結過了 聽得懂啊 你的稱獨改掉 你的二萬結過了 你的魚吃獨改掉 你三大二生集結全部過 聽得懂 所以你不用害怕說啊 真的有那麼呆板嗎 其實佛法是圓永難有那麼呆板的教育 世間法才有呆板的教育 可是我們佛法沒有 所以你今天你看喔 很多的那個弟子被釋迦摩尼佛教育 他們也心甘情願被佛斗教育 他們成就就不用這個時間來限制啊 都不用啊 所以說喔 我啊 當真是要三大二生集結 我一看就陰倒了 那我就只有投降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貪毒轉了啊 第一個歐生集結就過了 因此三大歐生集結也可以說是一剎那間就超越 因為你一剎那間就把三毒蓋的洗漆給改掉 所以你不用害怕說 他有成等症也要經過那麼久 沒有 其實你一戀之間啊 你就可以用跳的然後成就的 所以要想快點成就 那眼睛內有一個最穩當的方法 就是啊 教育你啊 體悟真心 從一切的體悟真心的角度 看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你看我們現在都是用旺心來看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所以我們當然用功很苦啊 但是你假如用啊 擄擄不動的真心去看你的五印十二路十八戒 你就慢慢啊 在邊裡 自然而然 你看五印十二路十八戒在你的眼前 你自然安住不住 你就用不住的那個心態 看一切的五印十二路十八戒的變異 聽到 在看變異的當中 你沒有把你的我跳進去 你是旁觀者清的概念去看你的五印的變異現象 所以我們馬上啊就跳躍上去了 就可以頓朝死地 所以呢 講信心 雖要一萬節啊 但也不需要害怕 也不需要被嚇到 都不用 都論困難 不是經典之理困難 是我們不接受才困難 都要記住喔 其實寫佛法真的沒什麼困難 但是願意放下我職比寫佛法還困難 這是師父的心得報告 一個人想要成就 他今天不管獻什麼象 但是他想要成就 誰的執著越晃得越快 你的成就越快 因為我們後來已經告訴諸恩 釋迦摩有佛法的成就 他不是公法 他不是那個公法數量的技藝 把他堆積下來的成就 他是無所得無所住才叫成就 這記住啊 你不管你閒來不經典 你最後你這個修行要自己栽培 是無所得無所住的那種心態的累積 你才叫做成就者 成就者 所以我們的佛法坦白講 他不是要閉關的 閉關喔一定會早有編 越修越早有編 如果你了解那個嫩嚴經的教 他根本不鼓勵你走那條路 可是我們後來都不懂 因為我們啊 聽經文法而了解佛法推廣佛法益的 其實這樣的善知識並不是很多 因為我們都是那個 一步一腳印的老師而已 你們呢 聽了嫩眼睛是一步三腳印 就是有三個階梯把它跳過去的 聽得懂嗎 不是一步一腳印 我們說一步三腳印 十腳印 師傅其他的腳印去哪裡 我說其他的腳印就是無形之腳 一等於無量啊 聽得懂嗎 你的一步都等於無量了 因為第一步的直走拿掉 下面都一樣 直走拿掉了 是不是一就是無量 一樣 所以你不要落入世間法的那個框框裡面 我們今天寫佛法就是你要有聰明的智慧觀 巧辯 我們叫做巧辯的那個智慧觀 來教育自己 成長自己 所以不要被嚇到 落入困難不是經典之理困難 是我們不接受才困難 也就是說我們不接受佛頭的那個 應無所住而神奇心的教育 那個才比較困難 一旦你接受就容易了 所以不容易啊 不是在佛的經典的感覺 而是在諸位的心態的本身 假如你慢慢讀金剛經 你慢慢就投入接受 你今天哪有什麼煩惱 你今天在你身上我就看不到 你會有人向我向 眾生向 受者向的執著 所以你理解以後啊 我們的解脫就在當下 而不是在遙遠的時間跟空間裡面 就當下裡面的 所以研讀那個眼睛 不要把自己受限於是什麼根基 大家記住 不要受限 如果講根基 我常常講說 你們的根基誰能夠贏過周立盤多且的 都不會贏過他嘛 所以你們根基贏過他了 所以佛啊從沒有說需要什麼根基才能夠學習 誰不學決定前在你自己的真心 清淨心 若能以謙虛的心啊 帶著空杯啊 學習就是頓根的人 所以以後要記住喔 你如果要換茶杯 要把那個茶杯原來倒水那個茶夠的味道洗掉 不然你再泡其他的茶下去喔 你還要問對方 你這個茶還不好喝 我沒辦法回答 因為你的杯子裡面都含有 原來的以前泡十幾次一百次的茶夠在裡面了 我們今天邪火也是一樣喔 你今天邪火不能帶有你的觀念來看佛法 你應該站在釋迦牟尼佛在講經收法的角度來看佛法 假如你都用你的看法 你的經驗 那你絕對 我只會越來越深重 後來越來越深重 所以才說啊 若能以謙虛的心帶著空杯 學習啊 那我們就說這個修行是頓根的人 因為他知道 了解他的這樣的法義 直接接納佛開示的明義計畫 只要用心去體悟啊 就可以了 所以有位老法師承受啊 奇怪 偉大珍貴的佛陀所說的真理啊 後來的人怎麼說要研究經典呢 你看我們的都到國外留學都要研究經典 那是不是表示那個佛陀講的話 對你來講 你對他有疑問 有問號 不然你怎麼可以叫做研究佛法 你沒有資格講這個呢 因為我們今天修學佛法解脫孫子 你只有異教奉行 你沒有資格叫做研究佛法 或者研究佛法學都沒有資格 可是沒辦法 世俗力就是要多那個文品的高低啊 那沒辦法 所以如果落到你要講解脫這一條路就很遙遠 可是你附列了佛陀 佛陀這一身講佛法是為了我們三獨五蓋 只有習氣的解脫而來講佛法的 不是要跟你講那個協力高低來講佛法的 好 所以我們要接納真理要學習接受而不是去研究 我們只有異教奉行哪有研究的分呢 我們往往會相信別人有智慧 不知道自己其實才最有智慧的 只有真誠的且深入的學習佛經 才會知道如何感激佛陀所說的話 也就是說你聽盡無法 了解佛陀所講的三法印的內涵 諸行、無常諸法、無偶 如果諸行、無常諸法、無偶 這前面兩個法印你願意接受 下面第三個內盤疾境就出現 因為內盤疾境不需要公法修行 但是你要得到內盤疾境 唯一的方法是把前面的 諸行、無常諸法、無偶 這兩個法印把他接受 接受了一切處時間空間的安住 安住以後當下那個極其內盤就出來了 好 我們第五個 說以前古來大德把這部經 他能潛的教底 意思是說他到底要告訴我們 什麼的真實的教底的本意 本經以真爐為教是本體 就是什麼叫真爐呢 就是一切的世間的因果法 你都接納而不起分別 那個當下也叫真爐 真爐不是有一個境界叫真爐的境界 就是你馬上看到一切生命的現象 而不主動勾染你的習氣產生出來 那個當下都叫真爐的境界 真爐的境界 所以他的每句話都是告訴我們 要如何發現真心 真心就是沒有染污的心 不是有一顆十四日賽的心在裡面 就是完全沒有被染污的 因為你只有邊直無邊 那已經就叫染污了 所以你們今天學任的經 你的習氣要改 改什麼 跟人家泡茶聊天 那個口頭禪要出來的時候 要自己接到 某某的我告訴你 我的經驗 我泡茶的看法 那個要拿掉 你應該講 那個我不要講 你要跟多方講 這個泡茶的經驗 這個泡咖啡的經驗 你不要講 我泡茶的 你增長我見 聽得懂 你要記住 你們要小心 你們要在日常生活 我很會煮飯 不是 這個煮飯的原理是這樣子 我是配合他的言起意 聽得懂 這個叫 自己買咖啡都沒有這個問題 一樣有 因為人家會 你這個咖啡怎麼買得那麼差距 怎麼買得那麼好 聽得懂 一樣人家會分別 照樣 聽得懂 哪有可能不會的 所以我們被好為眾生 就是眾生的習氣就是這樣子 你不要跟他講話 他的習氣自然就會產生了 所以大家一定了解 本經以真爐為教的本體 就是讓你了解聖生言起法的真如相 真實相 所以他的每句話都是告訴我們 要如何發現真心 就是不染污的 這就是他的教體 所以楞元經不是要給我們什麼 他沒有給我們什麼 其實你讀了楞元經才知道 你沒有在楞元經得到什麼 你要想要得到什麼 只有四個字 清淨平等 其實佛陀講任何經 他的目的都是這樣子而已 不管講哪一部經 不是講嫩眼經 不管講華眼經 華華經任何經 其實佛陀的目的都希望 所有的眾生透過他喜歡的經典的教育 而教育他清淨平等的心展現 不計較的心展現 無我的清淨心展現 其實都在告訴你這個答案而已 所以是教導我們看清原有的自信 而這自信不是佛陀或十方諸佛所創造的 是大家原本涵色的 只是我們反而不知道 我有原本涵色的清淨心 那我們聽見文法 透過佛陀的那個引導的文字剝落引導 我們也恢復跟佛陀一樣的 那個清淨平等性 只是我們現在不知道佛陀是發現者 故佛所可開示的經典 是引導我們讓我們當下知道真如的自信 這個是第五個能潛的教體 也就是說嫩眼經他教導你真正的用意的目的 希望導歸於你走上哪一條路 再來第六所批的記憶 就是說嫩眼經要哪一類的根性的人 其實以佛法來講是不應該分根性 假如你願意寫 你原來的不好的根性 也會被栽培到碩士博士的根性 假如你願意寫習的話 所以本經所批的記憶是什麼呢 決定要了解真如本體之性的人所可以接納 只要了解真如本體之性 心自然會越發越大 我們心之所以發不大或發心時有障礙 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真如本體之性 假如我們了解真如本體之性 因為大家都共有的財產自會展開 那你二六時鐘都按住無我 你就二六時鐘都按住無所住 但是你如果找了一個有邊有一個個性的看法 有一個我的看法 那你就會障礙你個人自己成長 因為你自己害你自己 所以我們今天聽經文法就是 其實來講士卒的用意是從聽經文法裡面 看到自己那個盲點的缺點 盲目的缺點 你要自己看到這個 你如果看清楚你的我卷會越來越淡薄 越來越淡薄 若少分得悟到真如本體之性 在菩薩行過程當中所遇到的障礙 會用智慧去化解而不計較得失 所以不論是有學位的行者 定性生活 回小向大的修行人 都是本經所度化之際 所以我們本經從小學階段的那個教育 到了你的碩士博士的教育他都接納 其實本經的教育是這樣 好 第七個 中去通別 也就是這部經的中 到底他在中指是什麼 我們前面講的這個七點 都是古來大德他們研究那個 這一部經裡面的 他的前面的前行的那個分位的差別 他把那個經驗談講給我們聽 這種經驗談裡面如果讀了 楞言經的本文裡面 想要創造自己另外的學說的概念也可以 我們不一定要抄襲以前古來大的 但是我們剛初學的參考他們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體會 所以中去是主要歸去通達 本經以無念為重 無念就是不主動執著其中一個念頭 叫無念 不是沒有念頭叫無念 就是我不主動執取所有念頭 他叫做是非對錯高低沒重 我不主動 所以諸位你們在學府的當中 六根一道六層你要教育你自己 你要教育你自己幹嘛 不主動取分別 因為你主動取分別你一定會換宜蓋 絕對會墮入疑蓋的陷阱裡面 所以他說本經以無念為重 就是不要主動起心動念著 起心動念裡面的念頭的念 你不要主動 因為你要知道延期法會變異 會變異的 所以呢再來以無門為重 就是本來說25個法門 為什麼25法門一個門打開 其他的答案都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我們這個 論眼睛講25個法門 都可以承等症結 就告訴你 你喜歡用什麼方法做下手術來承等症結 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的 你也不要羨慕別人用哪一個方法 比較快或的慢 不需要 所以才說真正的延農以後 無門為重無所行為重 都不住一切的行 都尊重一切行的延期 聽得懂 尊重延期的 這時候你的用功修行 你就山土蓋習氣 就比較不容易自己害自己 干擾自己 你就不會了 所以要進入這個門 必須要有政見 政見是由聽經文法 累積下來的 聽得懂 政見 不然我們今天學佛 如果沒有先聽聽釋迦牟尼佛 他以前教育的那個觀念 我們的政見培養不起來 我們的政見要培養怎樣 就是都聽經文法 然後思維義理 你的政見才會慢慢提升 所以你們遇到我 我為什麼有那個聖義帝的政見 也是一樣 就是跟剛才跟諸位講的過程一樣 你要自己投資 聽得懂啊 你哪有每天都在外環位求 那個佛號座椅跟你保佑你的智慧會開顯 從來找不到有這樣的例子 聽得懂 就是你要主動去思維佛陀所講的義理 然後你感覺啊 接受佛陀的教以後 發現自己的那個職取向啊 越來越減少 越來越淡薄 然後就包容一切 包容一切就是做到應無首度的升級心 所以不能用有所得的念頭 或自己的概念去進入 聽得懂 所以大家要記住 我們聽經文法是在教育 從聽經文法的內涵裡面 看到自己只有的那個盲點 缺點還有多少沒有改掉 你如果改掉無所住的話 你當然當下就是佛法的展現 就不雜欄 因為佛就是成等正結才叫做佛 成等正結的人要成為一個佛 就是你已經發現你不會再主動找 有邊無邊 一友一無非有非無 就是你已經做到離世紀 離世紀了 要以然離一切念為止 就是不要被一切念 不管是善念惡念 你都不要被影響 你知道所有善念跟惡念啊 他們的那個功效一定是 勝出於命 沉住壞功 一定都是這樣子 否則呢 縱使經歷無量百千萬節學習 我們還是無有是處 所以所有經典的教育 其實都是希望教育你啊 看到你會直走的缺點 那個盲點你要把它看出來 然後看出來以後 還要不要有面子喔 馬上把直走拿掉 不要在意你的修學的那個 那個學否的連資有多少年 你不管多少年 你的目的就是要發現你的 只有的那種心態你要轉 因為你不轉你沒有辦法成等正結 聽得 好 下面呢就是第八 我們這一部經啊 世俗地來講啊 他立民的傳譯 這是解釋 那我們的黑字說啊 唐朝中天竺沙門 波辣密帝所翻譯的 所翻譯的 在唐朝此經是在唐朝武則天 退位的時候 是唐中中啊 皇帝侍位的時候 神龍元年約在西元705年 他翻譯出來的 他翻譯出來 中天竺是指印度的中部 也就是佛陀 當年在印度 他投身是在中部 都在中部的 然後 那天竺呢 意為有聖賢教化 好是月亮的光靈 然後故意意為夜邦 這印度再找提他們的文化 說啊 他的這個邦也叫夜邦 這是夜 再來 沙門兩個字呢 在印度啊 凡有修行人都叫沙門 不管他是波羅門教也都叫沙門 所以沙門其實不是我們釋迦摩尼佛這個聲團的口號 是原來在印度的文化 他都叫 修行人都叫沙門 所以就算他們留頭髮也都叫沙門 在印度的文化是這樣子的 然後呢 然後呢 傳道震旦 我們中國就變成沙門就是出家人的尊號 然後呢 也是一種稱呼 定義 他的沙門的定義就是 勤修戒定慧喜媚貪稱痴 所以我們把它叫勤喜 這勤修戒定慧喜媚貪稱痴 這個叫沙門 那下面呢 我們引用一切實地論裡面說 沙門有四種 有四種 第一個聖道沙門 聖道大門 當然從出家以後都是以聖意的觀念來教育自己 這樣的修行人 依教奉行進入到有果味的境界 如從出果以上或者菩薩的階級 食性食住味等果味來稱為 我們都叫做聖道沙門 聖道沙門 那沙門兩個字 在我們後來都是認為出家人的名字 可是在印度不是 在印度不是 你知道家人也都在叫沙門 因為你印譽 因為我們的文化是越老越往生在家裡 你才能夠叫做善宗 可是印度的文化不是 印度的文化是你 到了三十六歲四十六歲 你願意 以波倫門教的離際會頭的教育 你就要走出去 所以他死在外面 沒有告訴家人 他們反而叫做解脫 他們的概念是這樣 所以他們的觀念文化跟我們是相反的 是相反的 所以為什麼他印度的文化他不需要土葬 我們的文化要土葬 在以前的古代都要土葬 印度人不用 他說我的肉體供養 就是後來類比西藏的天葬一樣 然後我們類比說 我這個是 因為六四外道在印度六四外道是修行人 只是他修行的觀念不一樣 聽到我們釋迦摩列佛所教導 新聞觀念是政見 那他們有他們個人個人的看法 聽到個人看法的 所以 可是當他的文化是這樣子的話 每一個六種不同的哲學的論詩 他們的教育也是一樣 當你往生的時候 你都不要讓你家裡困惑 所以你死在外面給烏鴉吃都沒關係 反而他們說一級棒 他們的觀念是這樣子 不過現在有沒有改不知道 應該可能都很難改 因為那個傳統文化累積下來 因為離際廢頭的思想在印度已經是7500年 因為印度的時空 他認為他的時空比我們中國文化還長 他是7500年的歷史 我們一號稱為都是5000到6000的歷史 他們是7500年 你如果到印度 如果不 除了朝八大聖地以後 你願意到他的歷史文化館去參觀 他就跟你解釋了 他們的文化是這樣而來的 然後 我們在修行的當中裡面 下面就說沙門在印度 凡所有修行都叫沙門 這我們剛才講過了 傳到我們的東土的震旦 就變成出家人才叫沙門 也是一種稱呼定義叫勤喜 就是勤修戒定慧熨滅貪嗔痴 才可以叫沙門的 沙門分四種 第一個聖道沙門 就是剛才所講 他百分之百的修學佛法 依教奉行進入到有果味的那個 的境界 如從出果 因為出果要斷三節 所以以後你們要證明 你有沒有得到出果 不需要去問佛菩薩 你問你自己 身見節改掉了沒有 遺節改掉了沒有 戒經其節改掉了沒有 你自己了解法運 你都自己打分數 你不用再問佛菩薩了 因為佛菩薩 他不會跟你回答 因為他怕給你回答 你增長神見解 聽得懂 所以幾乎都不會跟你回答的 好 再來我們一般所講的 或者菩薩的階級實信實助 等果味都稱為聖道沙門的 第二個收道沙門 這是講經說法 收法利益眾生及欠能為善 我們叫做收道沙門 第三個佛道沙門 就是依慈戒 來修行為道的 然後叫做佛道沙門 再來污道沙門 就是破災界的人 或違背佛頭的佛的經歷論三藏的 有染污的毀壞性的 我們都叫污道沙門 污道沙門 那像社利子 社利子原來跟穆建年 他們兩個都好朋友 兩個人還沒有遇到佛法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霸的六師外道 是揮友揮舞的老師 就是社利子跟穆建年 他們還沒有進入佛門之前 他原來拜的老師 也是六師外道的一個揮友揮舞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普曼論 因為他們的思想 手上抓鰻魚又好像抓到又好像抓不到 因為鰻魚一抓 骨頭他都滑走了 所以我們都把它叫做 這個團體的思想叫普曼論 要抓一個鰻魚有沒有抓到有 但是不知道抓多久他又溜走了 他的師父就是這樣子的 所以當社利子去遇到馬聖比丘以後 他回來跟穆建年講 然後他們兩個人也要用感恩的心去跟他的老師講 老師我們一起來去歸於佛陀好不好 他老師怎麼回答 他說世間上像你這樣的聰明的人多還是不多 那社利子當然回答 世間上像我們願意向盜的人 這個人口很少 然後他老師下面就回答 是啊 那你知道就好了 我就是要跟那些沒有不想建法誤道 每天只有的觀念的人在一起 然後他們也很容易崇拜我 你看都好 那多棒你知道 我如果去又當人家的學生弟子 那我以前跟我的人大家都離開 他的老師就普曼論的思想 你說他有他沒有捷徑的有 你說他有五他沒有捷徑的五 那鑽來鑽去叫普曼 普曼語的曼語一樣 所以我們把它叫普曼論 你如果讀一齊世論 五種論詩有把當時的印度的那個文化的思想 他寫了十六種論 這五種論詩那個年代他把它記錄 印度當時的那個看法的那個學派有十六種的看法的論 不是我們一般所講的六思外道的論而已 還有很多沒辦法說的 所以呢 設立子他上根很好 一聽到馬聖比丘在路上脫波 然後聽到馬聖比丘唱的祭壯 就是鷹眼的祭壯 我不知道叫鷹眼祭壯 我們聽的有什麼感覺 你看我們都沒有感覺 你看我們定律多好 我們也沒有說有也沒有說五 你看我們都棒齁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謝謝同時生佛道 謝謝同時生佛道